不夠嗎?秒數倒是加了不少 試試看 生袋子我後面有把他熔練了 嗯! 寫夠啊,怎麼不夠 我們先看一下齁,沒有綠軍的 沒有綠軍的關羽 傷害怎麼樣 OK,很低 這個真的低吧 不過我覺得啦,我覺得你不用綠軍,你捨棄掉那三倍 然後,你換來的是更強的隊員,我是覺得 好像還不錯 他不然帶那幾隻好像真的有點廢,你不覺得嗎? 官方實戰還用兩隻關羽,兩隻張飛,兩隻流飛,你不覺得很廢嗎? 對 鐵站打開齁 馬上五號,軍令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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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少三倍的傷害 少了綠軍三倍 但是因為流光張 關張 欸?流張 流可以解放,但張飛還沒出來嘛 所以現在沒辦法做那個隊伍的測試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直接開流魔王,把水轉掉 直接把水轉掉,來看一下傷害吧 我覺得這隊伍好像比 比剛剛那個放劉備很強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欸?卡星呢 呃...卡星的話我們開關羽 開關羽 開關羽 quarto 我怕水珠有兼巨星 秒數對對對秒數也差很多 只是這隊就是 造價比較豪華一點 謝謝Benny 不會不會 寄來吃的安靜啊 過了就好嘴一嘴就好 沒事沒事 這隊轉出秒數也可以彌補他本身5秒轉出的不足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隊沒有綠軍 比放綠軍還要強 我自己覺得玩起來的感覺 現在就是一個隊員當道的時代 這隊玩起來比較舒服啊 玩了剛剛那隊有點痛苦啊 好我要正常轉了喔 正常轉 正常的傷害吼 這是正常的 平砍傷害 會破E嗎 破不了E 破不了E 平砍也不太行耶 還是太運氣 感覺要有綠軍3倍會傷害比較高 但是放了那個就 多了很多廢卡 就 太綁了 我只能說 就是太綁了 沒錯我終於得出結論了 就是太綁了 然後本身隊伍沒減傷 所以遇到一些 高攻擊的話 就要靠隊員去彌補 但你放隊員去彌補 你的結盾能力又變差 有點麻煩 因為現在強的隊伍其實都有內建減傷 阿不然就是死血爆高 阿不然就是死血爆高 那他死血不高 那你又要強 就 1 2 3 靠腰 會死嗎 會死嗎 死血要爆高 阿他沒有死血又沒減傷 這樣子好像不太行 沒有死血又沒減傷 會死嗎 幹你娘真的會死 這個是我自己失誤啦 算了 1 2 3 4 看他的武裝龍科 龍科又沒出 我覺得武裝龍科頂多也只是給傷害而已 應該也不會給什麼 這個還可以炸掉 四康 2 2 3 2 2 3 不能借卡通時間短過於房地沒點拿 對阿你把他缺點都講不完 對阿你把他缺點都講不完 鐵牛還是比較適合放打幾對阿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打幾放鐵牛 剛好打幾本身 就可以解很多盾了 所以我覺得他放鐵牛很強 好爛 好爛 青龜帶地勤王了嗎 我覺得還沒有吧 我覺得都很強阿 這兩隊 這傷害真的還好耶 這傷害真的還好耶 就沒有到我 讓我覺得很驚艷的感覺 謝謝許粉 女步解放是我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那種 到時候我的代表就可以把他換掉 許哥會期待女步解放嗎 這隊伍有點就是打高西盾比較不怕 回復力感覺也沒有特別優秀 因為他還是要吃新豬 有時候卡星還是 還是要開技能 而且不是一組星就有辦法回滿 有點運氣 而且我這樣子98應該是 撐得住 短度時間很長是爽阿 你看這個回復力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還是不太夠 還是要開一下關羽 還要兩次 綾滅 又不太夠 深気 是 我這邊把他一波帶走的話 回復力我是覺得有點抖 回復力現在三組星喔 三組星為兩萬八 要三組星兩顆的才有辦法回回來喔 所以這邊的話你是回不回來的 所以這邊等於是木轉星嘛 這邊都要把他轉星好了 這樣子才有可能回回來 然後你看這邊有兩顆有可能沒天降就回不回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開這個 這樣才有可能回回來 這樣才回三萬四而已 所以還是太看臉了 那這邊的話呢他是水轉星牆嘛 所以這邊也是可以開這個來補血這樣子 然後要補血的話還可以再開關於 水珠 水星 好差不多了齁 我們這邊的話把技能開一開齁 他現在減傷是40% 那我們開這個 手消兩粒木服死可怕弄消毒 這個 然後再開這個 阿星珠的話把他疊 用疊了齁 天降沒有很好 看一下 傷害怎麼樣 我們這個 大概等一下傷害要乘以2啦 12億5000 大概打20億啦 大概20億而已啦 20億而已 阿強不強 他可能就是剩主動技吧 主動技有價值 阿強不強 OK 實戰完齁 阿那個 因為張飛還沒有解放 所以沒辦法實測劉關張 等張飛出來再來實測 所以現在 因為你張飛沒出來 你綁一個劉備 那綠軍有點戰格子 血量也不夠 好所以我們這邊先實戰一下 就是一般的所有木配置 但是少了這個綠軍的三倍 所以傷害的話 如果說你全放 那個什麼劉關張那些齁 傷害會更高啦 但是 血量就低很多 然後也沒有加滿轉珠鳥術 這樣子 血量低很多 他用本身隊伍沒減傷 所以他遇到像先攻無視減傷 這個很危險啊 這個很危險啊 並且